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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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长有脸 车面藏来那变色 山的海底沉降水 无法探险 环游多 环游多 长长有脸 车面藏来那变色 山的海底沉降水 无法探险 环游多 环游多 无法探险 环游多 环游多 谢谢 谢谢大家 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了 《非常六加一》的特别节目 《非常新发布》 记得上一回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 还是半年多以前 朋友们 你们过得还好吗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过得好我就高兴 这一年的时间里啊 其实我也过得特别好 拍了几部自己喜欢的戏 虽然说有点累 但是心里还是觉得很快乐的 当然了 这一年当中我不仅仅是 拍了几部戏 今天想在这跟大家说的是 这一年当中啊 我看了两件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干过的两件事情 那么是哪两件事情呢 这是我的秘密 今天在这啊 我跟大家悄悄的分享一下 先说第一件事情吧 我今年啊 做了一次微整形 哈哈哈哈 这个微整形啊 可能在座的很多 这个大姐叔叔阿姨 你们可能还 不太了解 因为你们可能不太热衷于 这种事情 呃 我呢 还是因为 拍摄久久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去做的这件事情 诶 导演咱们这有视频吗 我放一下 让大家回忆一下 有 你咋这样是我 哎 这不是咱们俩当年的暗号吗 这以前那些不高兴的事啊 都不要进去 不管我妈说啥 我还是原来的我 白鹤来了 终于 咱和西头的好日子 到了 就是这部剧 现在在各地方正在热播 当时我在拍久久这部戏之前啊 我给自己 放了一个长长的架 那么当久久找到我的时候 我就在想 一年了 没跟观众见面了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形象 展现给大家呢 于是我就开始想各种办法 让自己 给大家呈现一个很好的形象 想来想去呢 我就想到了微整形 大夫很快就见了我 他问我 你有什么诉求 我说我没有别的诉求 我现在唯一的诉求就是 我希望自己的脸再崩一点 不要这么松松的 他说好办 有一个办法 这个 打提升因子吧 提升因子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说是怎么做 他说就往脸上打几针 就提上去了 这么简单啊 我说那行 那现在就开始做吧 于是那个护士啊 就给我满脸 抹了这个 呃 那叫麻醉的那个膏 十几分钟以后 我就开始动手术了 我往那一躺 大夫拿着一支针 就开始往我脸上 扎呀扎呀扎 我说实话 虽然说不是特别疼吧 但是还是有点疼 我就想 诶 他扎 能扎几针呢 扎到第八九针的时候 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我说大夫 你不是说他扎几针吗 这都扎了八九针了 怎么还要扎呢 他说不行 这满脸都得扎 像你这还未打上二百针呢 天呐 二百一针在我的脸上 我尊实我就傻了 可是我那时候跑 已经跑不掉了 我都躺在那了 哎呦我就好后悔啊 我说那你是不是 就是我每一个 每一寸土地 这脸上都得打 他说是啊 因为我要打不到的话 就起不到提升的效果了 哎呦 那怎么办 他说你放心 我的手艺特别好 不会让你留下什么疤呀 针眼的放心吧 我那时候逃 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只好坐在那儿 然后心里开始浮响连篇呀 我就在想 我是一个演员 万一这一针下去 打到了我某一个穴位 我面瘫了 或者是我不会笑了 或者是我的脸肿了 看不见眼睛了 就各种联想 就就就就就 就开始就瞎想 四十分钟 整整四十分钟过去了 大夫说 啊 你可以坐起来 看一看自己的脸了 旁边的护士又说了 王老师你知道吗 因为是熟人 所以呢 大夫给你打了二百多针 要不是熟人的话 可能只给你打一百多针 你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哎呦 你说我这 我怎么说呢 我第一件事情拿起镜子 我先笑 我看看我还能不能笑 哎 看着镜子 我一看还能笑 但是我的脸 你们知道成了什么了吗 已经成了骂蜂窝了 两个骂蜂窝 在后面的一些日子里头 我就总想着自己的脸应该瘦了 瘦了瘦了 年轻了 年轻了 我每天几乎都要问问别人 哎我脸瘦点没 你们觉得我瘦点了 然后我就天天问沈航 我说沈航你没觉得我瘦了点吗 我瘦了那么大的苦 沈航终于忍不住了 对我说 老婆 难道你一定要用你这张脸 用你的美貌 去吸引观众吗 你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你也做不到 是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 我也是 想了半天 是啊 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 应该有多美 但是 我发现 很多的观众 并没有我不美丽 就不喜欢我了 你不是说对吗 是的 我一直觉得 一名好演员 有一个美丽的外表 固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用心去塑造每一个生动的 有生命力的角色 才是最有魅力的 这是我去年啊 做的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说实话 我在来之前我还在想 这个小秘密要不要告诉你们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经历 你们那么爱我 我愿意跟你们分享 那么下面 下面我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轻松一下 哈哈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 总想听听你的声音 总想 总想铺住你的斩藏 总想聚聚你的酒酸 我和桃圆有个约定 相约去几百心中的神 不尽踏上这回向地路 走进了阳光 走进了阳光 迎来了窗 看望的笑脸如此纯真 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 住在你绽放如此温柔 尝到你奶酒如此单纯 我和桃圆有个约定 我和桃圆有个约定 相约去几百心中的神 不尽埋进这回家的门 用不尽埋进这回家的灵灯 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 我曾在梦想把你亲近 我曾默默为你祈祷 我曾深深为你牵挂 我和桃园有个约定 相约去诉说思念的情 无尽依偎在桃园的怀疤 就让这约定音程有它 不尽依偎在桃园的怀疤 就让这约定音程有它 不尽依偎在桃园的怀疤 就让这约定音程有它 就让这约定音程有它 叫梦想的 当台啊 我给大家歌也唱了 小秘密也说了 下面啊 我就要告诉你们 在去年拍戏当中 我经历的第二个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但是我去做了 话说啊 去年我拍了一部 我非常喜欢的电视剧 叫黄大妮 在拍这个戏之前 我一直在想 黄大妮 我要从三十岁 演到六十岁 这个跨度 我怎么跨 怎么演 后来他们说 倩华 你现在这个体型 和你现在的状态啊 你要演黄大妮 老年没问题 演个奶奶 演个妈没事 可是你要演三十岁 是不是 咱还得瘦点啊 我一想是啊 那黄大妮 我年轻的时候 也没现在这么胖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就在想 我得让自己瘦起来 怎么瘦呢 突然有一天 我参加一个活动 我发现一个老师 以前很胖 后来变得很瘦 我就赶紧去问他 我说张老师 你怎么瘦的 怎么一下这么瘦 这么漂亮了 他说 我现在在进行 壁骨 我说壁骨 就是不吃饭呗 它不是不吃饭 它会让你喝点东西 然后保持你 体内的一种 微量元素 维持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身体 就可以了 不用吃饭 很快就瘦了 哎 这是个好主意啊 行 马上行动 我就开始壁骨 壁骨的前一天啊 还可以 因为我还有 之前的能量 当壁到第二三天的时候 就开始有点 不太适应了 因为你突然间 你不吃饭了 这个人身体 特别不适应 一直到一周以后 黄大妮 开拍了 每天我都有 很强的工作量 那时候看到 他们那些在座的 小朋友吃饭 我真的就咽口水呀 他们在那吃饭 我就坐在炉子边上 我就看着他们吃饭 我就喝点我那个 果蔬 果蔬水 我就开始 搅搅搅搅 我就喝 就这样 我度过了十几天 到最后几天的时候 我真的是撑不下去了 记得有一场戏 陈自私在那捉呀 然后我就跟他吵 吵完了 我都 当时我就已经 头已经晕了 一点气都没有了 你按说他跟我吵架 我应该是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的 我已经不知道 要说什么了 他一吵 我就说 放屁 他一吵 我就放屁 我就不知道 要跟他回什么了 然后说了几个 放屁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 摔着门 我就走了 这场戏 就算结束了 然后呢 但是我已经晕了 我的助理 把我扶到椅子上 那时候我已经眼冒金星了 就是已经站不起来了 就是这样的壁谷 不吃饭 本来我要坚持十五天的 但是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因为再坚持 第十五天的时候 我就演不了戏了 所以整整十四天 我没有吃过一顿饭 没有吃过一根菜叶 但是呢 虽然说是稍微瘦了点皮肉之苦 但是我还是挺欣慰的 确实瘦了 我十四天的时间 瘦了十七八斤呢 啊 因为壁谷这十四天 达到了我想要的一种效果 我觉得黄大妮 变成那个样子 我挺知足的 我觉得人呢 只要想做一件事情 就一定能做成 特别是演员 我们演员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角色 说实话 付出多少都会无厌无悔 好了 这就是我去年一年当中 干了两件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能干的事情 下面 呃 我们有请 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主持人 朱旭 哎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特别喜欢 倩华姐表达的方式 你把心都掏给大家 把自己的秘密 都掏给大家 亲爱的 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的美貌 哎呦 我的天哪 其实大家都说 想减肥 想减肥 但最后坚持不下去 什么样的角色 让你爱成这样 一定要 十四天不吃饭 什么吸引了你呢 呃 首先呢 这部戏的故事 讲的特别吸引我 就黄大英这一家人 他那几个孩子 那几个儿媳妇 哎呦 这故事 虽然说是个家常里短的吧 但是让你觉得 特别的好看 就是 哎 一会出一件事 一会出一件事 就事件就不断 让你丢不下 这是比较吸引我的 嗯 另外一个呢 黄大英这个人物呢 我是从三十多岁 然后演到六十岁 这部戏我认为就是一个 我过桥的一个 最好的一部戏 嗯 因为他不仅有了妈妈的那个阶段 他更让观众看到了 我还可以演一个奶奶 我就一部戏跨了两座桥 我觉得对我来说 算是一种挑战 但是对我的演艺生涯 黄大英应该 这个角色应该是我非常重要的一部 嗯 谢谢倩华这样真实的心目分享 其实不光是对演员 对普通人也同样 在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 享受那种貌美如花 在我们慢慢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的时候 我们享受着那种韵味 再老一点 我们可以享受着那种担当 和享受着寒衣弄孙的那种快感 每一个年龄阶段 都有每一个年龄的阶段的快乐 就是看你的心态如何去摆平 今天啊 真好 你看 洋洋洒洒一屋屋子 全是咱的亲人 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因为各位是演员 我希望你们带着戏登上舞台 你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猜一猜 在黄大妮这部戏当中 你们每一位和我们倩华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好不好 来 帅小伙 老四 回来了 我今天晚上要回趟学校 我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回来 怎么了 然后妈 我今天签了一份合同 什么合同 我明天 要去货场 砸屎子 扛大包 你去扛大包干什么 你还是个学生 你是要学习 妈 你已经很累了 我不能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肩上 我已经长大了 我可以替你承担 我也可以替你分担 老四 这个家有我 就不需要你分担 回去 跟公司说 立份合同 我们毁了 我们要回学校学习 听见了没有 妈 可是在不足的 还要花钱 下去 回去 回学校 哎呀 有一个细节啊 他不回学校 我抽着一巴掌 他愣是没演到那儿去 你怎么没下手 没有 因为他没演到那儿去 如果 你看我刚才跟他呛呛 回学校 去回校 他如果说我不回去 回学校 不回 啪 这下就上来了 他不演到那儿 我就没法啪 倩华姐很疼我了 因为那天在拍这场戏的时候呢 我印象很深 这场戏 倩华姐 没有一下真正打到我 要不然今天补上 你想拍戏 我没舍得打 我这会儿更不舍得了 来来来 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 跟大家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演员纪宁 在电视剧《黄大妞》里 扮演我们牛家的老四 牛建民 欢迎纪宁 这是咱家老四 咱家老四 咱家老四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我家里五个儿子里头 学习最好 后来最有出息的一个孩子 也是让我最省心的一个孩子 一看就是个省心孩子 有不省心的呢 有 来 有请下一位宝贝 来 这就是不省心的儿子 来来老四 你过来 你过来 不是你 你头发弄成别人 在学校里面挨打呀 别老说你弟弟了 先说你吧 我拿你大哥 跟你大嫂那工资 让你去捣腾鸡蛋 赚着钱没有啊 那那那那钱 那鸡蛋 我后来碰见几个小流氓 后来然后就跟人 拔了一架 然后那鸡蛋就 什么 你 老三啊 你是真不让我生心的你 妈 妈 你别躲 我不躲 知不知道那是你大哥大嫂的工资啊 我知道啊 常在河边走 哪会不是鞋啊 你能不能让我们 别那么粗心你啊 能能能 你放心啊 回头回头 我再弄点钱 我捣腾点鸡蛋 我挣了钱还给他们啊 给力气 给高丽 还他们 好不好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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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就不美了 好了 大家肯定都认出来了 他是谁 来来来 还是跟大家正式的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 我是曹征 在黄大妮这部戏里演最不省心的 牛家老三 牛剑邦 他就是个这么吊啰啪啪的人吗 他是咱们家最吊啪啪的一孩子 最让人操心的一个孩子 也是最聪明的一个孩子 但是呢 也是很有孝心的孩子 很有 就是他 他这种孩子特别招妈妈爸爸喜欢 他就 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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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再 您再说 就不美了 你说 他就特会 你知道吧 就他特别会 他演戏的时候 他经常说这句话 你这样不美了 不美了 哎呦 你说你拿他怎么办吧 你打也不是 骂也不是 你说你怎么办 没办法 只有疼 就没泽 你这是骨子里带的呢 还是你表演出来是这样的 素早 素早 素早是吧 其实你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 讲得出口 我生活中什么爱好 有点很文静的人 你真的吗 是的 我就假装姓了 好吧 这就是戏中的老三和老四 那刚才你说 把老大的钱给拿走了 是吧 是 来吧 老大和老大媳妇 中彩 干嘛呀 给用 给用 你怎么个意思啊 分房不先紧着你大哥 自己往上碰什么呀 有你说话的事吗 房子的事 我跟你说过了 咱家 我还没说你呢 我让你去提申请打报告 赶紧分房子 你背着我 把这报告给撕了 你还想不想过好日子了 咱家房子住得下 而且老四他是技术员 他够资格了 老四是技术员够资格了 你是老骨干呢 你不够资格吗 房怎么住得下了 看咱家这几口子人呢 我还有孩子 还有那不真气的老五 天天去到在学校里面谈恋爱 还有这玩意儿 刚才妈说了 你 medida 你把咱们俩的仙拿去弄鸡蛋 老大我告诉你 这媳妇你管管 你别说了 铁英 你不说哪 我说到 大约到她 我告诉您 别说了 都这 吵什么吵啊 还 göra 还想不够丢人现眼啊 这全大院的人都听见咱们家在吵架呢 老大 把你媳妇管管 拉走 别那么互犊子啊 自家的孩子不说 光说我 你拿我当外人哪 是不是 我也不是无力取闹了 我想过点好事怎么啦 你这几个孩子 吃我的喝我的 我抽你 是不是用抽你 真棒 天哪热闹吧 我的天哪 我没说完 就他能嘚瑟 你大儿子和大儿媳妇 你大儿子憨憨的 你大儿媳妇就本色出演 这话怎么说的 咱们不光我本色出演 老三也是本色出演 跟咱俩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峰 我在电视剧黄大妮这部剧中 饰演大儿子牛健夜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演员陈思思 我在电视剧黄大妮里面 饰演大儿媳妇江体英 我的天哪 我觉得这一家的人太可爱了 我们先从倩华姐说 你心中倩华姐是什么样子 说实话 说心里话 我来这个戏 就是因为倩华姐 怎么讲 因为我见倩华姐第一天 我就跟倩华姐说 十年之前 我拍一个戏 当时倩华姐是刚刚拿了很多很多奖 然后当时是西安的戏 请倩华姐去帮忙 但很可惜 那个戏特杰我大嫂 但是我们俩没有直面的对手戏 我就一直想 我要跟倩华姐能有很多对手戏就好了 所以当这个戏当时找到我的时候 一开始还没看剧本的时候 我说 是演员黄大妮 说是倩华姐 我说 我问她这个事情可以去 我说我问她剧本来看一下 我真的是因为倩华姐才接的这个戏 谢谢 谢谢 真好 你觉得生活当中 倩华姐是个怎样的人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 因为倩华姐是西安人 然后我们都是 都不是 然后我们那个戏是跨年 所以呢 倩华姐觉得我们都是外来的宾客 就怕亏待了我们 就在跨年的那段时间 我们在拍摄的主场景旁边有一个休息室 倩华姐就天天 几乎天天给我们带吃的 你给他们带吃的 你不吃 你受得了吗 先说为什么给他们带吃的 因为这些孩子们都比我小 又来到了我的家乡来拍戏 我又是这儿的主人 所以我要是方便的时候 我经常会找我的发小 找我的朋友 把那个大锅就搬到那个休息室 然后一会儿热一锅油 给大家炸油饼 那个炸油饼是我们陕西的一个特色 然后到了小年的时候 我会叫他们前一天就获了一大盆那个饺子馅 然后买上饺子瓶 然后就给大家包饺子呀 然后就是反正做点陕西的那种小吃呗 我觉得这是力所能及的 根本算不了什么 都是应该的 而且再说实话 你觉得你吃好了 我总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 我应该让你们吃的更好一点 哎呦 很细心很认真 认真到甚至有点较真的程度 就是他这个人物因为是跨年代过来 从八十年代一直过来 而我们当时这个系上的服装师是一个挺年轻的 跟我们同辈的八零后的一个女孩 所以呢 他照着他的理解做了很多准备 但是倩华姐以他这么常识的工作经验就会指出来说 其实这个东西不够到位 所以呢 他又自己从家回去翻他那些老家神 把什么围巾啊 帽子呀 这些带有年代烙印的 自己收藏那些家里的老底的东西 都拿出来在系上用 就怕出来以后有生活的观众会说 不对 这不是你们八十年代的东西 把自己丝活全掏出来 特别细致 对 不关过任何细节 对 那在你心中 倩华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记得有一场戏 是解释老二回家 你给他做了一碗荷包蛋 刚没开始吃 他就浑身的不适 后来就 就有点晕倒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点偷懒了 没过大脑 我说的水词是 妈 要不 赶紧给老二送医院吧 要不 我现在赶紧出去买点药去 然后这一条拍完之后 千花姐就立马就跟我说 说你的词不对 在这么一个特别艰苦的家庭里边 如果有人身体出现问题了 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 就是说想去医院就起 想买药就买药 后来我就突然意识到 是要求非常非常真实 而且我确实是偷懒了 他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张峰他们 很多的孩子 人们还想 不是说他们偷懒 我个人觉得 是因为他们对那个时代 对那个年代 还不是很了解 刚好我又是过来的 他可能是90后 是吧 师弟 90后 80后 就他们这一代的孩子 可能就真的没有过过 那种艰苦的岁月 所以碰到这样的戏的时候 没关系 欠一份思量之后 也是一份学习 其实我为什么说 演员的选择到位 我觉得这也是导演的功劳 其实 就跟大家说了吧 这部戏 黄大妞的导演 名字叫沈航 沈航就是 倩华最心爱的那个 在家里啊 是老公 在片场 是导演 导演 加演员 导演加演员 自己演是吗 他也演了一个角色 跟倩华姐演 薄拉图 薄了几十年 真的 薄了几十年的一对 那接下来 我们连线沈航 没什么 没什么真不敢 他不会从后面出来 他不会说 他都不来 喂 喂 请问是沈航导演吗 啊 我是沈航 对 你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朱讯 我们现在是在 非常新发布的现场 我现在和王倩华老师 和各位儿女都在一起 我们正在热热议 这个黄大妮这部戏 但是您为什么 没有出现在现场呢 沈航老师 因为这个戏嘛 就是名度就黄大妮吧 然后黄大妮去了 然后孩子们也去了 就够了 另外我到这种场份紧张 您是不仅是导演 您是演员 您也紧张吗 这还是紧张 哦 我不开玩笑了 沈航老师您好 我们现在是在 聊这个黄大妮的事 真的 我觉得你这几个儿女的 状态特别鲜明 这性格特别鲜明 而且我首先想让你点评一下 作为一个导演啊 不当两口子 就这部戏的女主角 在这部戏当中的表现 究竟怎么样 真的是无可挑剔 特别棒 因为我们在这部戏当中的 因为这个不是说太来笑的 包括我们后期在剪片子的时候 那个那些剪辑啊 包括后期做音乐的老师们 都是这么说的 确实是演绎的不错 真的 你听见我们现场的掌声了吗 无论是导演对女主演 还是丈夫对妻子 我觉得无可挑剔四个字 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那在您心中 倩华姐是怎样的一个妻子 你能告诉我们吗 反正戏如其人吧 你看她的戏什么样 生活中的人基本上是那样 这还是那四个字 无可挑剔呗 对 无可挑剔 这是我逼着你说的 还是你心甘情愿说的 当然是心甘情愿了 真的 今天晚上回去 她回到家里 你进门第一件事 就是抱住她 说你是个无可挑剔的女人 你能做到吗 不可能做到 不可能做到 好走 其实虽然我们是第一次通话 但是我听你这个名字 已经有很多次了 第一次倩华姐 来到我们新发布的时候 我相信您也看了那一期节目 谈到您的时候 满脸的那种笑容 满脸的那种幸福 这是一个女人掩饰不住的 那种灿烂 真的希望有一天 您能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可以畅谈您的作品 也畅谈我们幸福的生活 好不好 谢谢你 朱贤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陈航导演 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们期盼着 在演播室等着您 谢谢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这些可爱的儿女 这样吧 我觉得还是把掌声 献给我们的这个剧组 有一首歌叫掌声响起 是不是 我觉得 九二老师和千花姐一起把这首掌声响起来送给大家 好的 咱们的这首掌声响起来送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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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掌声响起来送给大家 咱们的这首掌声响起来送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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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十天这个十天母鸣的十天 一天呢十块钱我们一共 你这十块钱 对一在那个年代 已经挺多到了 因为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 我每周去学校学习 然后每周再回去 我爸爸只给我一个星期 只给十块钱的零花钱 那么我在那去跑龙套一天可以拿十块钱 そんな人啊 provider 大钱了 你知道在一部电影里 要找一个群众演员 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们的导演一针一针的找啊 终于找到了 你在哪里 来一起看一下 六场三 你这次参加唱的爱国运动 我很羡慕你 没有国哪有家 我一定会努力争取的 表哥 你真伟大 爱国运动人人有责 你打成分替 怎么搞的力量 我不是故意的 好业 好了好了 今天收工了 不干了 段小姐 你真倒霉 怎么碰上这么一个十三点 和你一块演技 段小姐 你得提起个真好 不干了 段小姐 你真倒霉 怎么碰上这么一个十三点 和你一块演技 看出来了吗 八几年啊 过去了三十年了 编导谢谢你 我竟然把我跑龙套的镜头 给我找到了 找这个镜头好不容易啊 真的啊 这不画一圈 我还真不知道 找不见 看不见是吧 真的 那个是你 唯一的一次吗 也不是唯一的一次 就是说 这是我跑的一个最大的龙套了 这个镜头拍了多长时间 拍了十天 就这么一镜头拍十天 怎么可能 不是不是 是我一共跑龙套 我们在这个剧组 我们住在剧组里 待了十天 拍了十天的戏 我们没有剧本 导演也不会给我们剧本 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演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戏写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只管每天 下午七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上一个大叫的车 然后到那去 一晚上 从下午七点拍到早晨七点 白天回来睡觉 就这样子 十天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拍什么 有没有拍到我们 结果最后 整个电影 我看完了以后 最后应该呈现的 就是那么几秒钟 就被这一晃 待有三秒钟吧 三秒钟 最多你拍了十天 对对对 最多三秒钟 我的天啊 就是这是我跑的一个最大的龙套 从此我就发誓 我再不跑龙套了 那你当时见着龚力和张艺谋了吗 张艺谋我没有 就我待了十天 我也没有见到这个导演 但是我见到龚力了 你看到那个龚力 跟我们是演了一场戏 但是我们也只是 因为你们看我们是往那个飞机 那个地方走 那个龚力在那个地方远远的 我只看到他穿了一个格子的旗袍 很漂亮 很鲜 那时候就觉得 哇 这个人太美了 也只是远远的看一看 然后没有近距离的接触 哦 明白了 就为了这么几秒钟的时间 你待了十天 对 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 那个曹征 你跑过龙套没 像话姐说啊 我想起来一个类似的 我是考电视学院之前 当时有一个电视剧叫曹操于蔡文基 是浦存希老师主演的 我有幸被挑去跑龙套 你期天很高 对 期天很高 大冬天下着大雪 早上六点半 我自己到影视城 带我上去之后 先刮头啊 你要刮掉吗 为了个龙套 你把头发给刮掉吗 我不知道啊 我一个小孩 我到那把我摁在那个摄影棚门口 还是在门口啊 没有化妆间的 就坐在小板凳上 摁在摄影棚门口 就拿推子开始推 而且他刮是刮一圈 你怎么会让他推呢 你说我就是来跑个龙套 当时吓到了 就不敢说话了 然后刮完之后就沾头套 全部办好之后 大概是早上八点多钟 我一直坐到晚上九点多钟 喊收工 然后我坐在那 我收工是大概下班的意思吗 过一会儿 演员副导演走过来看见我 说你怎么还在这呢 我说没叫我呀 说把那角色删了 那财色给别人说了 说你明日再来吧 那你脚不白剔了吗 对 然后更可气的是 最后鞋还丢了 因为群众演员的鞋 都是在一块嘛 一堆嘛 当我去换鞋的时候 所有的鞋都没有了 只有一双 那皮鞋那个折 已经折断掉的 一双皮鞋扔在那 我都弄了 最后真的是穿着那双 不知道经历过 几手不几脚的 那个折断的皮鞋 回家去的 都有这样的经历 其实挺有意思的 等待了一定的 这个戏份之后 你在回顾那样的日子 我觉得那有什么 好可怕的呢 我觉得这就是 我都经历过那样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觉得 很有幸福感了 那刚才这个小姑娘问 她要不要坚持 你会怎么给她建议 我是觉得 就我现在 我当时啊 我跑龙套的时候 跑完了我就想 我以后一定要当主演 我不能跑龙套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 我就发现 其实跑龙套 它不仅仅意义上是跑龙套 其实它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它是一个 吸取营养的一个过程 特别是你跟一些好演员 在一个剧组 你为这个戏去跑龙套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过程 特别的好 我那时候跑龙套的时候 我还经常在想 我说 你看这个戏里面 有张艺龙有巩俐 万一他们俩谁 瞅上我一眼 我就可以演大电影的主演了 其实每一个 跑龙套的人都会这么想 那我想这不仅仅是想 是一种可能 我觉得只要你喜欢这个事业 你就去坚持 你坚持了就一定会有成果 明白了 谢谢切花姐的建议 万一实现了呢 来吧 看看下一道问题 王老师 看您演的都是一些 好媳妇的角色 生活中您发脾气什么呀 你发脾气吗 发 发 我觉得人嘛 都会有点脾气 特别是搞表演这个 如果你没有点激情 没有点个性 没有点脾气 他有时候 他那个角色 他可能 对 是不是 老觉得欠点什么 欠点 所以我觉得有个性 有脾气呢 很正常 但是呢 我觉得有时候 我吧就属于有点过 你知道吧 就是 就把我惹急了 我也会很急 我记得那时候 还是 我大学刚毕业 大学刚毕业两年 然后我到深圳去演一个 演一个角色 然后找我的那个导演 莫名其妙的呢 就被炒鱿鱼了 然后我就很哥们儿意气啊 我就说 那个导演炒鱿鱼了 那个副导演两口子 跟我们都是朋友 那我们也就走吧 但是新来的导演呢 一看那个回放说 这个演员不错 这个演员留下来 别让他走 就不让我走 那我那时候 多哥们儿意气啊 我说我必须走 然后那个导演 就派人来找我谈话 说你不要走 你很有前途的 你留下来吧 然后呢 他们为了我留下来 所以把那一对导演夫妇 就留下来了 但是因此可能也是 让后来的第二个导演 心里很不爽 所以在我拍完戏以后 我要结账 我要离开深圳的时候 他们死活就不让我走 他们说你的戏没完呢 我说剧本上所有的戏 我都拍完了 导演又给你加一场戏 导演加了一场戏 我说那我能知道 导演给我加的什么戏吗 不知道 到时候再说吧 就加什么戏也不告诉我 然后就这样 我应该是杀青结束了 结账走人了 结果他们就一直留着我 每天早晨六点钟起来 让我化妆 然后跟着大部队到现场去拍戏 拍一天也拍不到我 天黑了 然后我就一直等 跟着他们再回来 然后第二天通知戴上又有我 第一个化妆的就是我 我又化着窗 然后那么热的天 我又跟着大家在现场去 哆嗦嗦嗦嗦嗦嗦嗦一天 然后天黑了 我又没有拍 然后我又回来了 就这样重复了七天 第七天的时候 我坐在车上 我有一个老师 是我上戏的一个老师 坐在我的旁边 他说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他们说加了一场戏 不知道加什么 现在还没有拍到我 你天天这样怎么行 他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能这样呢 欺负一个小女孩 干什么呀 你跟他们说 不能这样子 我哪敢说呀 我是个小演员 我说实话 我能上这个戏 我就千万谢了 我还能跟他们发火 但是这个老师这么一说 周围的人都开始说了 我突然间那股火 我就上来了 就找到这个导演 我说导演 我请问一下 今天能拍到我吗 不知道 我说那听说 您跟我加那场戏 加那场什么戏呀 不知道等着 我说那我等到什么时候 我说我已经拍完戏了 谁说你拍完戏了 我一下蹬的 我的火就上来了 我们在一个咖啡馆拍戏 旁边有一个小花盆 我不知道哪来的劲 我一下子把那个小花盆 我痛 我就扔在地上了 我说导演 你要干什么 你不能这样欺负人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吗 我告诉你 我可以不要钱 但我今天你要不拍 我就走了 我一下子 所有现场的人 就看着我 这个女孩会这个样子 后来他们说 行了行了 加那场戏 我说加场什么戏 我现在就拍 我去换衣服 然后等我换完衣服以后 机器一架说 行了 你从那个草坪那儿 跑到这儿来 我说 那有内容吗 他说没有 我说就加这么一个镜头吗 他说对 然后我就从草坪这边 我就穿着白裙子 我就跑 从这边跑到那边 这就是导演给我加的戏 然后剧组扣了我三千块钱 我自己买了一张机票 回到了北京 人啊 你能做多少事 就是一个上线和一个下线 这个上线就是你的能 你要把它顶在头上 你的下线就是一个人 你一定要把它踩在脚下 如果你的人在这儿 能在这儿 你就只能做这儿的事 如果你的忍在脚下 能高高地顶在头顶的话 你一定能做 真的是无限的事 经历了忍之后 你又有这么大的能耐 你就能成就一番事业 加油 我再好好修炼一下 注意做成朱迅说的那种人 那您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 好呀 把这首歌献给那些 在路上正在奋斗和行走的人们 希望你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能感受到一种幸福 各位ろう 它们在什么时候 越南也就停在旷野上 你的身影会越来越长 直到远去的马蹄声哮 呼唤你的歌声传四方 举头望天之间演两行 低头泪水为我写了桩 伤心平烂像司徒满墙 彻夜无眠爱的路太长 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 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 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 是你让我向你相断肠 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 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 如果今生不能与你截牙截成霜 来时花蝶已为你身旁 叹断气旋宿不够礼商 望穿秋水看不破秦王 岁月轮回带不走忧伤 白雪苍茫盖不住惆怅 岁月轮回带不走忧伤 我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 是你让我向你相断肠 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 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 如果今生不能与你截牙截成霜 来时花蝶已为你身旁 来时花蝶已为你身旁 我特别喜欢听你唱这首歌 音语特别厚实 这首歌比较适合我的声线 真的好听 来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 向华老师您好 我叫阮帅 是一名中家混选 现在生活在美丽的大理 我是一名微店店员 可我从来没学过表演 作为老戏骨的您 能不能教我几张表演的技巧呢 他教你老戏骨 你愿意吗 就这么着吧 其实戏骨就说明 这个人戏演得真好 他是一个微电影演员 能不能教教他一些 你觉得可以说的这种技巧 演技 其实我觉得这个演技一时半会儿 就是我很短的时间 很少的语言 其实是没法讲明白的 挺难的一件事 但是有一点小技巧 我觉得是我这么多年来拍戏的一个 也算是一种经验吧 经验同学 对对对对 就是说比如说 咱们就说哭戏吧 短时间内 特别是有时候拍我静静的时候 我还不敢眨眼睛 然后我还要 这个静静推推推推推推 推到什么时候 我那左边的眼泪 我就得流下来 我天哪 你还能听见到左边的眼睛流下来 对对对 右边可以不用留 一边我拍的是这一边 是吗 对对对 然后呢 我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方面呢 你去想人物 你会把自己直升在这个人物当中 你就会去感受当时那个人物的心境 同时呢 我有一个小技巧就是 你长时间的不要去眨眼睛 那个眼泪 它自然就往下流了 真的吗 对对对 那我绷不住啊 对问题就在这儿啊 因为你就是说 你实现的很少 所以你可能有一种绷不住的感觉 你数十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可能就绷不住 你要眨一下 一眨一下 可能眼泪就出不来了 你知道吗 你就得练就一身好功夫 就得 你就在那儿盯着 那个镜头推推推推 你就眼睛就不眨 然后慢慢慢慢 那个眼睛它有点发酸 然后它就会凝聚 凝聚完了一会 就会掉下来 哦真的 对对对 这是一个特别 直接简单和容易 操纵的一个哭的方法 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觉得观察人物很重要 对对对 你去细心的去观察 没错没错没错 观察生活 观察人物非常重要 我跟你说一个例子 有一年我拍戏去沈阳 我开车 我从北京出发的 然后呢 我出北京香河的那个收费站的时候 那个我一到那儿 我一停车 我窗门一打开 然后那个收费站的人 那时候我当家女人刚不过 很多人很喜欢那个角色 就也很喜欢我 所以呢 我把那个车门一打开 然后那个女的 然后很快我说找钱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把钱找给我 我就赶紧走了 她 没说出来 这是在北京香河的时候 往前开 然后我就一直往东开呀 我就到了葫芦岛 到了这个休息 休息休息休息站 然后我就停下车 我从卫生间一出来 突然有一个女的 哎 这 这 哎 你 你是那个演员 你是那个演员吧 你去哪儿啊 我说我没事 我出去玩 然后就这样子 目送着我 我就上车了 我就感觉 他一直正定 我要走了 他还在那儿看我呢 这是到葫芦岛 然后呢 等我 再到沈阳了 到了东北京了啊 然后 我到了收费站 我一停车 然后那收费的人 就一看 哎妈呀 这不是当家女人 当地香吗 你来干啥呀 就是每个人 地狱的人的性格不一样 你想就是说 就是他地狱不一样 人的性格他就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短短的六百公里 我们了解了 每一个地狱的人物的性格的不同 我们到时候演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来借鉴 人物的 借鉴在人物的性格里面 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观察人物是 是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呢 演戏这个东西呢 他很深邃 他是一门学科 对 但是呢 就是 实践的同时 他真的是有技巧 慢慢来 下期告诉你的其他的 谢谢 谢谢 这么细致的分享 确实是 非一日之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就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非常新发布 在此感谢 香丹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看看还有问题吗 感觉倩华姐 戏里的服装都是特别朴素 请问 您看到别的女演员 戏里穿得那么时尚亮丽 您会羡慕 嫉妒恨吗 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西北人 西安人 没有人家那个南方人 那么讲妞 在家从小 我也就是说 我家里人的人 也没有 就是在这方面 很注重的 对 所以呢 我在这方面 也没有太多的审美 就这么一路就走过来 但是我特别喜欢 看什么呢 就陈思 陈思思说你呢 我就特别喜欢 这样的身材和感觉 你知道吧 胸不高 然后呢 很摇条 然后瘦不溜 然后呢 香飘欲仙 我就特别喜欢 羡慕这种人 所以他看什么 我都羡慕嫉妒恨 你去 以前那过时尚的一些场合吗 什么走个红毯什么的 你说到时尚这俩字 我就特别害怕 我就出冷汗 你知道为什么呢 我特别怕谁说时尚两字 因为我那时候吧 也没钱买衣服 也没法追求时尚 所以我对这俩字 跟我没关系 你们讨论吧 跟我没关系 然后呢 等有一天 我参加一个时尚盛典的时候 哎呀 碰到了很多的演员 很漂亮 然后他们走完红毯 我们也领完奖 然后呢 人家就有一个个人的采访 很多的明星就上去了 然后呢 几十号记者 你坐在那 然后他们问你 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一听啊 这些问题 我基本上都能回答 然后等我上去了 我刚坐在那 有一个记者就问我 王倩华 请问你对时尚的理解 是什么 我当时脑子空白了 好几秒钟 我这么回答的 我说 哎呀对不起 你说的这个时尚 我真人从没考虑过 哎呀我觉得多好啊 然后呢 我就是时尚 但是我 是不是就这意思 我到 你看我 我就是时尚 时尚那事 我都没考虑过 我穿什么什么是时尚 我就差说你后面那句话 我就是时尚 我没说呀 我只说我没有考虑过时尚 后来呢 他们说 哦 那你下去吧 啊 好吧 我就下去了 哎呀 所以好惨好惨啊 就是就通过那以后 我再考虑什么是时尚 你现在有 有对时尚有新的理解吗 呃 我是这样觉得的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个人认为 时尚就是舒服的 适合你自己的 适合你自己的 你穿上好看的 就是时尚 就是你刚才的 同意 真的 你就是在我们 特别是像我们节目量那么大 我们 我就我个人可能每年有三百多期节目的话 我那我穿什么是时尚 我穿着舒服的就是时尚 我觉得我合适的就是时尚 我觉得我得体的 能够衬托出我们的现场 衬托出我们嘉宾的 那就是时尚 追时尚 永远你赶不上 还不让时尚 追着你跑 说的多好啊 我一定要像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把这个 你就可以 我觉得她骨子里 是有那股劲的女人 时尚可以追着你跑 什么是时尚 善良 得体 舒服 那就是时尚 就像倩华姐一样 谢谢 你就像你说的 时尚是循环的 有一些古老的东西 今天拿来 你会发现 它是最时尚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古诗词 有一首歌叫 明月千里寄相思 我们就把这份浓浓的情 融在歌里 由倩华姐送给大家 有请倩华姐 感谢 请倩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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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来到我们的新发布 真的是特别的高兴 而倩华姐这次来 主要是发表自己的新作品 黄大妞儿 对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到了 推荐的时刻了 来 有请各位儿女 那我先来啊 那我先来啊 从最初的一种分裂的状态 从最初的一种分裂的状态 一直带到我们剧中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状态 谢谢 大爱媳妇 我们这部戏啊 特别不消停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事 但其实这些事呢 不光发生在戏里 在每一个观众的家里头 亲戚家里头 邻居家里头 朋友家里头 都会发生 看我们这部戏 那些不幸的事提醒大家 自己家要发生了呀 少起争执 好好过 幸福的家庭看嘛 就知道了 还有不幸的事情在发生 还有不幸的家庭存在着 感受自己更加幸福的生活 所以 你想要感受幸福 避免不幸 就看我们的黄大妮吧 真好 大儿媳妇说这话特有说服力 我就是把念教材 来 我们的三儿子 我觉得黄大妮这个戏 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戏 因为从我进走到沙青 每一天都感受着 演职员 从导演组到演员组 每一个人的真诚 凡是 饱含着真诚的作品 都不会太差 更重要的是 在这种家庭伦理戏里面 就是 这个戏有欠华姐 欠华姐是这种类型戏的 收视保障和品质保障 所以推荐 黄大妮这个戏 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 我们这个黄大妮 是欠华姐演的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 来 老师 我想现在有很多 90后甚至00后的朋友 大部分都是家里就只有一个孩子 那么我希望 有很多的时间 可能都喜欢打游戏 或者是 追一些很时尚 很潮的东西 我希望在 有时间 真的要看一下我们这部黄大妮 你看完这部戏 你就会发现 会更加理解你的父母 对你的爱 以及会更加包容身边的人 而不是只注意了自己 只关注自己 要懂得跟别人分享 分享你身边所有 值得你去捕捉到的这些爱 谢谢 谢谢 谢谢黄大妮的各位儿女 为我们的推荐 那接下来就到了今天 最为正式 最为郑重的时刻了 我们要上发布台 请 倩华姐 致 发布辞 有请 去年夏天 我有一位好大哥 也是中国著名的制作人 马建安先生找到我 他说 想和我一起合作一部片子 名叫黄大妮 因为刚结束完一部戏的拍摄 不太想让自己辛苦 说实话 不是很想再去工作了 但是当我拿到黄大妮 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放不下了 黄大妮 写得太好了 我太喜欢了 如果我不去演 我不甘心 如果让别人演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黄大妮 将于2017年的2月份 在全国的各大卫视 陆陆续续和大家见面了 在这儿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黄大妮 是一部真正的良心之作 黄大妮 是一部难得的好戏 看黄大妮 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和更多的精彩 各位朋友 我是演员王倩华 我在发布我的新戏 电视剧 黄大妮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 电视剧黄大妮的片段 来 先读为快 你们的爸去世子 我一个人把五个儿子带他 有人跟我说 日子过得难 就把老四老五给人吧 别担慰自己 我还年轻 我还能干 我能成千 我要家 他带我做美丽 黄大妮抱起来了 胡建平 你胡说什么呢你 我跟木林谈谈荡荡的 就是我这几个孩子 不争气不懂事 大爷 跟上我 愿不愿意跟我南下 还你一个长期办案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牛建帮 现在这里里外外 只有我们两个人 挣钱干活 我一套粮票菜 我得发生爸爸的 老牛就五个大老 胡哨一只 妈都心疼 建帮 小爷们 你给我停下来 小爷 你不能又当妈又当爸的 很多花你干不了 那已经决定了 明天我救你学后退学 我肯定好好学习 我上周围高中 上好大学 大女子 我要把我的前妇 托付给你 孙穆林 也希望你的下半辈子 能过上真实而不压抑的人生 和黄大龙 幸福美满 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家人 你不该啊 你不该啊 牟林 几十年了 只能远远的看着 就是不能交叉到一块 好吗 谢谢 好期待 好看吗 好看 我特别想知道 到底这些人之间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 特别期待 2017年的开春的时候 这部新戏和大家见面 再次谢谢千华姐 谢谢所有的儿女们 来到非常新发布 有好的作品一定拿过来 好的吗 好 非常新发布不一样的 明星发布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 陈思思 学转他唱那一首主题歌是吧 满月 三大铁板 还让我们跟撒保镖 是什么 所有人想走啊 但是不行啊 我都买房子了 早点回来 我都挣钱了 早点回来 我要走了